顾名似义 酒吧七分组的工作职责 就是要带动整个酒吧的气氛 毕竟大家白天打工已经那么难了 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 下班了也后来看这些元气满满的小姐姐们 跳舞肯定是开心的 当然 在夜店那样一个刺激热闹的环境下 酒吧对这些职业带节奏的选手们 还是有硬性规定的 比如山高 外貌 气质 身材等等都有一定要求 能挡上七分组的 大多是面容较好 壮容景致的小姐姐 比如那些在DJ附近跳舞的小姐姐 她们颜值身材爽在线 舞跳得又好看 你们觉得她们是怎么挤到人群中 最前沿的位置的 当然是夜店的工作人员 给她们留了位置 毕竟像过劳是蹦迪这样的情景 大家在手机里看看 胡宜乐就够了 应该没多少人想现下看 迷人的过劳是在自己掩钱蹦迪吧 职业气氛组的首要工作 就是要蹦好地 带动全场的激情氛围 也别把这行想得那么简单 觉得只要像短视频里 玩社会摇的那样下崩几下就好 顾客可以随性所欲地摇摆扭动 但是作为气氛组 你需要配合着DJ的音乐节奏舞动 把音乐里的快乐氛围传递到现场 作为公司组织架构的一部分 气氛组在夜店是一个单独的部门 会有转门负责气氛的负责人对接 负责人一半也是女孩子 算是部门老大了 组员一半是几个全职气氛组成员 日常负责带动气氛 一般工资比较低 如果不干全职的话 像等外贸引速去驾工资 去干气氛组的其实大部分 都是在党地上大学的学生 而且大多都是减职 年纪到了或者毕业了就离开 长期做气氛组工作的其实很少 及时有 大部分也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解除的这一行 毕业了也继续在这行干 接下来讲讲信仇 一般来说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死工资 另一部分可以依靠卖气氛道具来拿提成 气氛道具包括气氛值啊 气氛墙啊什么的 工资的话 一二线城市大度是日节 一般水平的话是100这200元一天 长得好看情上优高的 工资添化版很高 目前我一个比较漂亮的同事一个月 不再提成就能拿到一万两千元 算上提成的话 收入反备 可以到两万四千元甚至更高 对于大学省来说 还是蛮可观的 这是在二线城市的一家普通夜店 一线城市的话 收入会更高 当然 长得好看和情商高 这两个优点在哪里都是吃相的 只不过对于触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 在夜店商办的话 收入会想得高一些 刚上大一不久 有一次我偶然之间和朋友去了酒吧 就依法不可受识地喜欢上了这种热闹的氛围 那天在酒吧完海以后 我在里面加了一些联系方式 逐渐了解了这一行的规则 跟营校搞好惯性后 他告诉我 我可以叫上几个好看的姐妹 一起去开美女卡 开了美女卡后 我花很少的钱 就可以合化几千块的客人一样做大卡座 酒吧也会给我送同样的酒和果盘 挺有面儿的 在后来 我又在微信上看到酒吧七粉朵 和美女卡部门的照片信息 说员工串着自由 时间自由 存完就可以 公子是95到400元霉片 这个信字对于我这个学生来说 是很可观的 再假设自己本来就喜欢夜店的氛围 所以就去联系了 可惜 由于我那天搭洞片的时候 裹得像个狗熊式的去面试 我老大给我的宠服公子 就定在了费地的95元霉片 没办法 我那天串的实在是太图了 后来正式上岗之后 我发现那甲的串着 都不挺民怨挺抗动 挺有风格的 工资也很高 限力多少还是有些不平衡 我所在的这甲店 其实是没有培训的 一开始也没要求 我们一定要在塔上蹦 只需要跟普通顾客一样 蛮长留的酒情 但是后来发现这样效果不好 就变成我们在指定呢 比较显眼的位置蹦了 对我来说 蹦迪不难 我本来就喜欢蹦 再加上小时候学过跳舞 长大后又有精神 动作协调性什么的不成问题 所以起步阶段 最难的就是提升一品了 哈哈 毕竟跟工资直接刮够 曾经有一阵子 不管我怎么想破脑袋 研究穿打 好好打扮一番后 我的领导还是捂着眼睛说 求求你了 不要喘这件了 结果那天 我自暴自弃地 喘着皮卡丘睡意 去商榜倒还得到了 店长的表扬 一品提升之后 我的工资也就一路升上去了 的确 来这儿蹦迪 不仅让我变得 更会花壮打扮 还顺便帮助我捡了飞 对于还是学生时的我来说 这样其实还挺爽的 毕竟我本来就是 一听到电子音乐 就会不由自主地晃悠地出 而且在这里 我还认识了很多漂亮极美 心情很美好 此外 在夜店工作 也让我警密了很多 在别的地方 一辈子都看不到的 各种魔幻剧情 比如有肺妖 落着我去厕所 跟我搭读 他敢不敢吃搭便的搭个 又套出一打钱 肺妖让我全买 比你零的醉酒搭树 也有人跑我们卡座上 臭我的宴 还顺走了我的手机 现在想起来 也是回忆满满的 目前很多酒吧 也有招受男气氛组的 觉得自己条件打表 也有兴趣 完全可以放手一试 当然 男孩子出门在歪 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总的来说 气氛组入行的门槛 说简难也简难 说难也确实有点难 主要是这三点 年轻是一大要素 一般是十八到二十五岁 如果你年纪超表 但是长得特别年轻 可能有的电会通过 女生的话 深稿大概要求 都是在一百六十五以上 偶尔特别好看的 深稿差一点 也可以正一只眼 闭一只眼 长得漂亮会打扮 有个人风格 能跟随隐约节奏蹦迪 了解一些酒吧文化 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实战经验 看完了能少踩不少雷 首先 如果想要去做七分组 尽量去比较大 比较出名的正规酒吧 并且最好是 开业有一些时日的 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大酒吧管理 还是比较有一套的 也不会借着 照七分组的名号 却让乖乖的小姑娘 干龌龊事 凯业有一段日子 说明酒吧景营比较稳定 起码工资方面 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而停发 管于工资 能干按天发工资的 就不要干按月发的 蛋壳爆雷 给祖客带来的惨痛代价 大家要长记性啊 只要你不是一杯 就到获着酒精过敏 那么酒量不是大问题 以为气氛组 一般是不会喝太多酒的 毕竟大家都要 保持庆幸的回家 喝多了容易处失 我有几位同事 每次下班的时候 老大都要闻闻他有没有喝酒 毕竟谁要是喝多了 我们串告给一些 把人拖回去还是挺沉的 此外 每次去上班前 喝点牛奶或者蒜奶 能够有效增加酒量 因为乳制品 可以帮助你减少酒精的吸收 还是很有效的 如果你喝不了牛奶或者蒜奶 那就吃点小吃破水果 多喝白水 这样多少也能有点帮助 再说了 大家本来就都是十几二十岁 景历肯定特别旺盛 前一天喝多第二天也敢喝 累得不行睡一觉 就景历宠佩了 实在不行 那就休息几天好了 反正也不要求全职 上不上半斗随自己信誉 至于希望通过卖道具 酒水什么的拿拿提成 那就要靠那些 有一定小费能力的高端客人了 在酒吧完熟了之后 高端处民的客人几乎也都认识了 如果不认识 看这个人善变的营销档斯 和大营销经历什么的 对这个人的态度 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小费水平 毕竟现在黑淘 一般在夜店里一瓶八千八百元左右 也可能是做的 扯钥匙也可能是打火计 还有一个硬性规定 那就是绝对绝对不可以 跟客人说自己是气氛毒 严重的话是要开除的 在夜长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的诱惑 所以来之前还是要记住 一定要减收本信 改做的不改做的要分庆祝 毕竟 葬水一旦破到身上 就很难戏干净了 总的来说 气氛毒是一个适合 热爱奉迪人士的游曲简直 手入相对也比较高 只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作为一个即将推秀的前辈 想真心嘱咐你们几句 不要以为一时兴起而入了这个坑 夜店的水很渗 这里便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胆纯的当做爱好 就不要做气氛毒了 让你的那一点点爱好 简直的久一切吧 我在夜店里看过了人情事故 你要没有见经的出信 很容易被这个大然干污染 女孩子要紧得住诱惑 你是全场的焦点 就永远不知道背后 有多少别有用信的人 规于着你 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行业 那就勇敢嫁入我们吧 男士请注意 如果有异性主动给你打善 那么有两种情况 一只要跟你玩 二只要推敲动静 这个都能直接观察出来 如果没有人理你 那么就自己主动进攻 找自己想中的单独异性入手 并且要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别杠过去对方的正主就来了 那就太尴尬了 当然 要判断位置 是不是男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单独一个人